大家好,我是Cindy,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讲Java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的主题是J-Text-Field类 J-Text-Field类呢,也是Java图形界面中非常重要的一类组件 其实呢,它就是一个文本框类 也就是说,构造J-Text-Field类的对象呢,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文本框 跟J-Button组件类似的是,它的对象也应该放在J-Panner或者是J-Frame组件之上 那其实就我们已经学过的组件,J-Frame,J-Panner和J-Button 还有现在正在学习的J-Text-Field类 我们已经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它们分为两大类 第一大类呢,是容器组件 比方说J-Frame窗口或者是J-Panner面板类 容器类呢,实际上是盛放其他图形界面组件的这样一个组件 而J-Button类和J-Text-Field类呢,就是非容器类组件 但是呢,它又是构成UI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它们是放在容器组件之上的图形界面组件 那现在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代码来实现这样一个 呃,存放了这样一个文本框组件的这样一个界面 当然不可或缺的也是需要有J-Frame的对象 那J-Frame的对象呢,在上次课里面 我是使用一个Test类去继承J-Frame,让它自己变成了一个窗口类 那在这次课呢,我们换一种写法 就是我专门去声明一个J-Frame的对象 J-Frame 去声明这样一个对象 然后再在Frame对象之上去添加其他的组件 好,我可以选择在J-Frame之上去叠加J-Panner对象 既然要这样子使用的话 我们首先就得拗出J-Panner的对象 P,然后进行一个导包 那紧接着我要溜出的就是J-TextFear的对象 声明且初始化 问题来了哈 这个J-TextFear的 它呢,也是在J-X的Swing包之下 但是它的构造方法到底有哪一些 我们又主要使用哪一个呢 我们可以打开它的API看一下 这个API的话呢 可以看到这个J-TextFear的哈 是继承了J-TextComponent的这样一个组件 它的构造方法 在这里有12345 不小心点到了 它的链接进去哈 有12345个构造方法 那这几个构造方法呢 第一个是不带参数的 意味着我可以构造一个新的 TextFear的这样一个组件 当然它的这些长度啊 宽度啊 它都是默认的 接下来的话呢 第二个参数它是有两个 三个属性哈 分别是Document属性 还有Stream类型的属性 以及Int类型的属性 它这里的话呢 是给定一个文本存储模型和给定列数的这样一个新的TestFear的组件 那第三个呢 就是创造一个指定列数 就具备指定列数的空的 TextFear的 第四个呢 是有一个初始化文本的这样一个TextFear的对象 最后一个呢 是既有指定文本 也有初始化列的这样一个TextFear的对象 那我们就这样子试一下它的其中的两到三个吧 第一个是不带参数的 好 我这里已经溜出来了 接下来像这种非容器组件哈 它是必须放到容器组件上才可以显示出来 否则是显示不出来的 所以的话呢 我这里给上一个构造方法 再写上一个梦方法哈 我一个梦Stream ARGS哈 其实梦方法都是固定写法 只是方法体可以随心所欲哈 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前提是只要符合语法就好 好 我可以在构造方法里面去构造一个图形界面 比方说frame.getContentPanel.add.p 上一次课呢 因为我们让一个test类组成了接frame 所以我用的是this 因为this就是一个接frame的对象 而这里呢 我这个test类并没有组成接frame 而是重新留了一个接frame的对象frame 所以我是需要在frame这个对象上去叠加Panel对象 接下来接下来再再再P就是Panel对象上去添加 TXT方法还没有完 如果仅仅是这样哈 因为窗体是必须要设置它的大小和可见性的 否则你是什么都看不到 宽500高500 然后frame点 set visible true 接下来frame点 set default close operation 接frame点 exit on close 好到这里为止 我们的代码就写完了 跟上次课非常类似 只不过上次课我们构造的是接button对象 而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构造的是jetax的feard的对象 运行一下看看 哎 出来的结果 仔细看看文本框在哪里啊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哈 结果发现不对啊 这个文本框简直就变成了两道竖线 根本看不出是一个文本框的样子 这说明我们使用的这个构造方法 是不带参数的构造方法 构造出来的就是一个长度基本为0的这样一个文本框 那怎么办呢 我们要不要用它的第三个构造方法呢 给一个inter类型clams参数是clams多少列 好 这样子 我写上一个参数叫做20 代表是20列 再运行一下看看 哦 好 出来了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20列的文本框 就不像刚才一样是都紧缩到一块去了 那还有一个问题耶 我这个jetax的feard是孤零零的哈 孤零零的 当然我可以在里面不管是书中文也好 还是书英文也好 都OK 如果书不下了 它会往右边走 鼠标光标我们可以往左边移就可以移到 这个字符开始的最头处哈 那这里来了 这个文本框呢 到底要书什么东西呢 好像没有一个文本来显示哈 如果它的左侧出现一个文字 比方说姓名 就代表这个文本框要输入姓名 或者是年龄 就代表右边的文本框输的是年龄该有多好呢 好 那如果希望左边出现文本框 记住加瓦是面向对象的这样一种语言 也就意味着 任何一个文本也是一个对象 好 这里附带的介绍一个对象叫做接 Labor 接Labor对象呢 他们都是以接打头哈 也是在JavaXSwing包之下 我这里已经开包了 它就代表一个文本对象 比方说 请输入 用户 姓名 好的 接下来 我们希望 在这个界面的文本框的左侧出现这个文本 那是放在P点ADD TXT之前 还是之后呢 好 我先放在之后看看 好的 添加的方式 跟添加文本框如出一辙 用容器对象打点调用ADD方法 结果发现我写在P点ADD TXT之后的时候 它会显示在文本框的右边 说明这个程序的执行顺序 的确是先添加文本框 后添加文本标签 当然 我肯 这肯定是跟我期望的不太一样 所以换一下顺序看看 好 现在就出现了 请输入 用户姓名 一个文本框 好的 其实我们加瓦图形界面 组件的用法 都是基本类似的 第一 你要构造出 这种图形界面的组件 接下来呢 组件对象要看它是容器类的对象 还是非容器类的对象 如果是容器类的对象呢 就放弃它非容器类对象的组件 像这里的话呢 Labor组件和文本框组件 都是放在了容器组件 Panner对象上 就是P 而P呢 又是放在了Frame之上 放在了Frame之上 好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 这个JtextField 还有哪些构造函数 比方说 第四个 它有一个Stream类型的一个参数 但Stream类型的参数呢 是代表初始文本 那第四最后一个参数呢 是有一个文本 也有一个列数 也指定它的这个长度 那我再将这个 试试看 因为它的参数是两个 第一个是Stream类型的参数 好 看一下会是什么效果呢 这个初始化的时候给一个字符串 哇 就代表是这个文本框构造出来的时候 里面的 显示的信息 这个就是它的死菌类型参数的含义 含义 好 除了构造方法之外 它还有很多别的成员方法 比方说我可以getclamps 获取到它的长度列 它的列数 还可以呢 设置列数 还可以设置字体 setfont 这个setfont方法 我们可以试试看 它的方法 接textfield的方法 肯定是textfield的对象 setfont方法 好 参数是一个font类的对象 font类呢 我们之前是没有学习过的 反正现在就是 我们要实现一个demo的时候 要集成哪些知识点 集成讲到哪里 需要用到哪里 我们就讲到哪里 比方说这里需要一个font类的对象 来看一下font类在哪里呢 在加瓦点AWT包里面 AWT包里面 那font类的对象 那font类的对象在初始化的时候 又应该传递哪些参数呢 好 如果我写个不带参数的构造方法 它其实是报错的 它说我没有定义这样一个构造方法 那这样子 那这样子 点击font过来 看一下它的构造方法 构造方法都是 带参数的哈 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可以通过第三个构造方法 它应该怎么写呢 参数分别是 Streetnam InterStyle 和InterSize Streetnam呢 其实是字体 样式的 名字 比方说 微软 亚黑 好 也就是字体的这样一个类型 那第二个参数是 InterStyle 这个InterStyle又是哪来的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font类的字段哈 比方说 Itanic 或者是 这个 这个 Bord InterStyle 和InterSize InterStyle的话 我们试一下哈 这个 样式 哦 这是初体样式常量 鞋体样式常量 好 还有 普通样式常量 也就是说 其实这个样式可以 通过它的成员变量 好 来显示 它是Static的 说明 应该是 已经负了初值的 Static的可以用类打点来调 假设是初体样式常量 再接下来 它的字体的大小 假设是15 好 然后TXT.SataFont 设置了这样一个字体 看一下是什么效果 重新运行一下 重新运行一下 哦 好的 因为这个是之前的运行的这样一个程序 现在这是我们新初始化出来的 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我这个初始化文本的字体有所变化 它变成了微软亚黑 然后呢 它的字体是粗体 字号呢 就它的大小尺寸变成了15 15 这个应该是 它的这个后缀名 这个Size 这个大小 磅值大小 15磅 就它的这个线条的粗细 是15磅 那好 也就是说 我在6一个Font类的对象 也就是6出了一个字体对象 这个字体对象呢 包含字体的名字 然后还有字体的样式 以及字体线条的磅值的大小 那关于它的样式 除了board之外 还有plan和italic 那italic呢 就是斜体的意思 可以运行出来看一下 初始化文本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 好 这个地方就变成了斜体 就不再是粗体了 OK 这个就是Font对象 每一个Font对象 特制具体大小的某种字体 当然 我们用的是Text的对象的 点SetFont的方法 去设置字体的大小 好 到这里为止 我们介绍了这样一个TextFear的对象 Labor对象 以及Font对象的构造方法 以及它们的使用和集成 那么本次课到此结束 同学们 我们下次课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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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